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希望能够衔接不同世代的知识的传递跟经验的传承 怎么说向国际发声呢 因为其实台湾的表演艺术团队 有很多是烦恼于如何推票 或是烦恼于如何把经验传承 这些跟国际发声有什么关系 因为其实台湾比较缺乏的是英文的文献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常在国际上走动啊 常跟国外做一些交流 你其实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因为我们缺乏英文的这个部分的文献 所以感觉上大家是看不到我们的 所以其实Innos 住在国际上 在国际上 比较少被收拾到 你就没有声音 因为它对你完全不了解 是 那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很专业 对 那只是我们都没有时间 我们每一天都很忙碌 都没有时间做一个记录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对大家来说 他们我们没有做记录 别人就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对 所以他们就不知道我们 其实在这个领域 其实是很先进的 所以会想要做这个事情 那因为Innos 就很坚持在某些部分 是要做双语的传递 没错 对 所以那个时候 Innos要创办的时候 第一期就找了小光吗 还是 其实是现在正要开始第二 正要出版第二集 我们第一期是 今年一月下旬的时候出的 那那时候其实没有想很多 而且因为时间上 因为大家都是志工 我们都是白天有工作 然后晚上就是回家不睡觉 是 就开始集稿写稿润稿 然后翻译 然后其实大家在第一期 都是无常在工作 对 那就是想要赶快把这件事情 做出来 其实讨论这件事情 已经想很久 但是因为大家仅止于 在谈的一个阶段 或者是可能你没有很push 你的朋友们 大家就不会去 就好像是某一件未来要做的事情 对 对 一直都没有着手去做它 对 所以就会脱稿 拖了好几个月 那所以就是 好像还蛮常见的 所以后来其实是 本来只是私底下在 在拜托朋友 对 可不可以公稿 那发现大家拖了好几个月 好像就是 觉得好像是未来的事情 不是那么急迫性 所以其实有一天 我从韩国开会回来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就是在脸书上公告这件事情 公告我要做这个杂志 公告说有这个杂志 会在一月份出刊 然后那时候是十二月初 你有点像是那个减肥宣告 对 我约会要在两个月之内 瘦下二十公斤这种 就是要大家去督促你 对 然后因为你已经就是公告了 已经公开了 那大家会有所期待 你就不能够让大家失望 所以就去督促大家 把这件事情做出来 AndNote去找翻译V的时候 有得到怎么样子的协助呢 我觉得他们很棒 我必须说他们真的很棒 因为他们其实可以针对 你想要做的事情 提供很多的想法 然后其实我们的门槛 没有设定很高 因为那时候其实想法很简单 第二期我需要翻译的费用 对 然后我大概知道说 平台的工作费是什么 所以我其实有把那个margin抓出来 那其实想的很简单 就是帮下一期募到这样的款项 但其实他们告诉我们的是 你其实不用这么的累 就只做一期 那你下一期 假设你七月八月还要再做 那怎么办 我就说那我们可以再上一次啊 但是或许 那他们也提醒我们说 它其实会疲乏 尤其是在网路资讯爆炸世界里面 同一件事情 你来过了一次 对 然后再一次 性质很类似 我觉得它容易疲乏 尤其是同一个单位 对 那它其实提供我们一些 很不一样的想法 跟一些 我觉得是一些很实际的做法 像提供我们说 假设说我们想要达成的 第一个门槛是三万块好了 那它可以说你告诉募资的群众 说你的Benchmark有几个 你可能第一个门槛是三万 第二个门槛是五万 第三个门槛是多少 对 然后让他们知道不同的Benchmark 你可以做多少事情 那其实会加速群众 会愿意投入你的计划跟想法 其实我那一天在网路上看到 Innotes这一个募资计划的时候 我是在手机上看到的 然后那时候我其实不是太方便 去按那些我要捐款这样子的机器 等到我晚上回到家 然后认真上网 我要来找 它已经达到了 其实还蛮常有这种机会 对不对 算蛮多人 如果说它一开始就蛮多人认同的话 其实它会在蛮短的时间之内 通常前几天会是比较快的 前几天会比较快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它已经制造一个期待感 就是说你已经有把这个讯息 跟了一些朋友讲 或是已经散布出去 然后呢 那就甚至会有人期待说 我等着你 突然打开我就要来给钱了 其实会有这种期待值出现 对 所以当我们到中南部的时候 你很明显要去 要去拔罐 对 你基本上要找到意见领袖 是 跟社群的领袖 对 那培养感情 人说见面三分情 没错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下去 拜码头啊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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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